禁室又回來了 我又繼續搭台 主角其實是次官千里全英 和女王在 不是我 其實呢 女王回歸了終於都 大家開心嗎 大家不開心 浪費氣了我病到狗 我現在真的回顧我一生 那些一生人要有flashback 即是躺在床上flashback 很嚴重 在床上 你的過車衝過來那一下 然後就flashback你的人生 我就想一屑 我這世人什麼都中過 除了什麼癌症外之之外 我試過破傷風 死了人 當然死了人 你知不知道誇張得怎樣 我先說幾句廢話 就是我是去加拿大讀書之前 次官你家多人多 我去多人多讀書之前 就很無聊 十幾歲 有幾個同學來家 就說不如我們做一些懷舊的事 我忘了是我想還是他們想 總之就是懷舊 鬼買的都是你想多的 可能是 整件事 就去了我家樓下 那時住美夫的遊樂場 就是這樣 我們有些monkey swing 即是爬上去 你知我講哪些 真的很差 十幾歲 十幾歲還在搞這種事 一壓就很糟 糟糕 生瘦鋼血 你看不到 但它上面 因為長期日曬雨淋 原來上面 有些油漆 掉了 掉了 生瘦 一切 切完之後 就直接上飛機 接著在飛機上 就覺得不對勁 腫了 不是 尖寒 尖寒 沒有東西的 手看不到有東西的 接著呢 即是未上飛機去 玩這些東西 是 接著呢 原來是騰雲駕舞 原來是 外國是這樣的 加拿大是這樣的 但其實呢 是自己的騰雲駕舞 原來全部人都在陸地上 是我在那裡飄 接著呢 我想兩天左右 已經不行了 發燒燒燒 兩天啊 去到 兩天 猛炳 生命力很堅強的女王 沒錯 那家人帶我去醫生 醫生 那醫生是驗血壓的 他就蹦蹦蹦蹦蹦蹦 然後蹦蹦蹦蹦蹦 他看著那個錶 即是那個東西掉下來 接著他就 嗯 他心想了 一定是壞 然後再弄一次 再弄一次 再弄一次 然後再弄一次 再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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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問他 那是多少 他說八十三十 那後來我問我 隔了幾年之後 我問我那些朋友做護士 他說八十三十 你應該死了 應該死了 應該是很低的壓力 但我現在不是高到哪 我現在可能一百和六十 因為我剛剛入院了 我也知道 我不是高到哪 所以我經常看新聞 血壓都會高一點 六十都不是好 因為六十是太低 是嗎 浸入的血壓太低 不要緊 現在健座又美就可以了 所以健康與美貌並眾 不是自衛 自衛不是大家的定義不同 但健康的定義是大家同 是嗎 最重要是健康與美貌並眾 大家不用了 健康都不是每個人同的 健康的定義都人人不同 現在的定義是 我們大家的健康的定義是 行得、站得、吃得、摩得、睡得 就是健康的了 沒有人健康 這樣睡都已經很難 好像我旁邊這個 是想睡沒得睡 健康有問題的 是呀 是呀 不能睡的有問題 睡小一點 不要緊要 我睡小一點就睡了 很清楚 然後呢 慘慘 慘慘 不知上次呢 講這個六七暴動 有很多人呢 即是禁室話題講禁片 禁片跟著講暴動 很清楚是次官講到 次官當時是年輕人 是 是 是 親歷其境啊 是 啊 呂 旅王未出生 當年呢 這個六七暴動呢 我 都 可以說在旺角油麻地 尖沙咀親歷其境 因為呢 親眼看著 我家中學在油麻地 所以呢 一學學 一學 就見到那些左仔在那裡搞事 嘗試官交代了 親眼目到什麼 警方,很厲害 是啊,又去親自報警 就說那些左仔放了一些菠蘿 在路中間 我那時候小孩子不懂得死 你真的玩多樂? 是,不知道的 有真有假,多數假的 但是呢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針了 剛剛適逢今天重回 這兩個什麼字 第一個字叫做白色恐怖 第二個字呢 是叫做暴動 暴動 那小弟呢 不如先講講這個 白色恐怖是什麼 好嗎? 好 那最初索源呢 這個是在法國起的一個名詞 我們不講那個追源 就只是很多報紙都用了 講了 我講回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呢 現在經常用的 大家呢 在美國 就知道呢 50年代 產生過一個叫做麥加錫主義 這個麥加錫這個議員呢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哪裡痕呢 痕了上來呢 他就說呢 美國呢 被那些共產黨慢慢滲透 然後呢 不只是滲透 國會 還滲透全個社會 包括最重要 我們那一行 文化界 電影界 演藝界 沒錯 導演界 演員界 荷里活 那這裡呢 這個洗腦工程呢 很大的嘛 隨時呢 使得 美國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唱好這件事 於是麥加錫就齊意 就要清這幫人 出這個社會的輿論這個行業 嘩 這樣就結了 這樣呢 就要開很多聆訊會 聆訊會呢 香港呢 就很少的 沒有的 我沒聽過 有一個審訊來的 捉鬼大會 是 是 怎樣 捉鬼大會 是啊 沒錯 的確是 就是大陸的一些群眾大會來的 不過它呢 就有秩序很多 有法官 有委任的法律界的人士 嗯 你去 比如呢 我們這個科林呢 我看呢 都分別的了 如果當年在麥加錫時代 嗯 照你上去 然後呢 就問到你口啞 嗯 每一個細節都問你 看一下你呢 跟那個共產主義有沒有關 市官啊 我們一定是鬼 我們一定是鬼 因為只要不撐薯片 就是撐林鄭 一定是鬼 我一定是鬼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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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那些話呢 我現在 因為可能聽的 不是聽得很清楚 不過呢 我講了我自己的一份 好 白色恐怖最恐怖的地方是哪裏呢 就是 它拿著少少的 少少的 少少懷疑 是呀 證據 而呢 它將它這麼大 大陸呢 叫做上崗上線 將它上崗上線呢 到了一個程度呢 是 直接指證了你是有罪的 嗯 那這個恐怖呢 就令人害怕了 而且呢 還有一件事害怕呢 但是呢 時代的獵巫的方式一樣 嗯 但是呢 在中世紀歐洲呢 就是 你肯供出十個人 嗯 你周圍的人 是有和毛術有關呢 那你可能會脫身 可能脫不脫身 但是我供出來之後呢 即刻有人派 教會派人去抓了那十個人回來 嗯 嚴刑逼供 要他供出他 和魔鬼的合約 和做黑毛術 嗯 同時呢 又要他供出 每個人供出十個人 是無私的 嗯 這樣就結了 每個十個 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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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一百個 一千個一萬個 尋壓式 那麼 任何人在 嚴刑底下 或者有時候 意志薄弱的時候呢 首先是將自己的仇人拿出來 沒有了 那就拿自己的那些 老友 親人我認識的那些 這樣呢 就很可憐 連累他人 這個呢 反而是白色恐怖最大的一個缺陷 嗯 會立刻陷入一個 人和人之間失去信任 人和人之間呢 是一個敵人 即是現在法國的赤諾家說 他者 Others Others是敵人 真是Others的敵人 不是就算你的老婆 你的子女 都同時呢 可能供出你是一個無私 那你就飽受刑罰 那些人 那些人 甚至是 那些人 都不想到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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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想到 那些人 和有仇人 去鬥 這些呢 其實就是 白色恐怖最低人討論的地方 但是他現在就說了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 這個名詞呢 完全和他 和我們實際上的恐怖 的一個核心價值 是完全不同的 不過只是用了一個這樣的名詞 只管不如這樣 既然不支持薯片 就是支持林鄭 就一定是鬼的 那我就只帶在角色上 那我就 其實我同情林鄭 為什麼呢 因為 整個香港五成人 都支持他對家 他現在是弱勢 是啊 是不是算 他 即使說 反超前薯片的民調 都是一個 而已 現在最多給他 什麼苦協那個 說 支持率上升 然後多些人支持他 但是 很可憐 人家幾十年在政府 武功都有勞 是不是 這麼強大的執行力 現在突然之間 被一個舊同事搶光環 喂 他都是盡忠職守 他都是愛國愛黨 他何罪之有著 是不是 你看我的角色袋 挺好 你覺得怎樣啊 Somy 拍不到交 都似無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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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 雖然我知他不是鬼 哈哈哈哈 他不攻我出來 哈哈 不行的 我們一定要擁護薯片 如果不擁護 我們就是鬼 知不知到 我們的台會沒有了 喂 這個也是白色恐怖來的 嗯 你 白色恐怖呢 有一件事就是 很多宗教 很多政治 你自己利用了的 嗯 這個就叫做飛黑即白 嗯 或者飛白即黑 它沒有灰色地帶的 沒有斑馬 線 是啊 總之我的朋友 站在我這邊就是朋友 不是站在我那邊 未必是我的敵人 不是站在我那邊 但是飛黑即白 這個理論底下呢 就不站在我那邊 即是敵人 嗯 就是你的仇人 不只是敵人 於是乎呢 就一定要 要諸肢 一定要 堆壞 殺了他 或者 鬥臭他 鬥垮他 那不就是甘心 那這個很可怕的 黑社會是用這件事的 黑社會總之 不是我的自己人呢 就變成仇人 變成敵人 那就要堆了 不是 但是黑社會呢 我們講的美國黑社會呢 都進化了的了 嗯 即他們的進化 我不知道香港黑社會怎樣 我也不想知道 OK 那這個可能問689 會比較熟 畢竟參加一個小動員飯局 是不是 即是 Inside information 或者我們請Dream Bear 都可以問一問的 嗯 拿多些資本交給你了 OK Dream Bear OK 但是呢 講這個美國黑社會 人家一早已經進化了 講1922幾年 為什麼現在傳說中的 美國黑社會五大幫派 是那個時候出來的嘛 因為他們每次 對個Dawn出來 Dawn就是大老闆 大老闆 Dawn就實次都被人打倒 不知道是誰 總之有人打倒 OK 假鑊金的 發覺 即 it doesn't work 因為你每次有個人 你憎我奪 最終上了位 又不夠幾年 又倒過 你永遠達不到一個 就是穩定和諧的局面 那時候有個叫做Lucky Luciano 意大利人 對 但是很厲害的 這個人呢 他就 他就直接在那個 叫做board meeting 所有黑社會的board meeting 上面呢 他就說 他就說 那個Pie is big enough 對不對 整個 對不起 我的貓嚇到我 整個 整個亞美里堅共和國 其實很大的 整個黑社會的事業版圖 很大的 是 It's enough for everyone 你不需要去打倒別人 打倒別人 打倒別人 你都打不完的 是分裝而已 是分裝 大家 五大家族 大家有大家的 boundaries OK 接著真的 別管 別人的工作 別人可以共存共融 到今時今日 你發覺 在Lucky Luciano之前 就是 Al Capone Al Capone Al Capone之後 到他 從此 就不再出現 這個一家 或者一黨 獨大的局面 因為 別人明白 是可以共存的 包括 在政治版圖上面 其實都是可以共存的 不一定是你死 或者我死 因為其實 光譜是很闊的 理念不同 操作不同 行為不同 支持者也會不同 而你不可能 包覽所有的聲音 所有的光譜 集中於你一個人身上 是至少滅亡 但不知為何 到今時今日 香港還是這樣 Somebody tell me 可能香港遲些 會很和平 因為Luciano其中一招 是跟警察的關係 都不用互片 你派錢就可以了 多和平 人家派錢 這麼多來的社會 都和平 但是她還有 香港可能很快都很和平 唉 其實這個時候 我有角色扮演 其實我很想林鄭當選 因為如果林鄭當選 抗爭 抗爭 再加撕裂 再抗爭 再撕裂 至少 你民主之父 不連任 都是民主之母 陰陽交條 交代電 這樣 這樣 2.0 對 對 既然我們 這麼多 想想過去五年 幾多人醒覺 我們應該支持林鄭 更多人醒覺 更多人上街 更加有機會 觸發下一次的 佔中2.0 對嗎 對嗎 佔中23條 是不是都立的 對嗎 或者是國安法 不如給林鄭 我覺得 抗爭 再撕裂 再抗爭 再撕裂 一個組合 多人醒覺 是好的 好過 溫水煮娃娃 對嗎 對 這個 這個 我看 未來的趨勢 都差不多被 呂王說中 但是 有一件事我比較悲觀 有其他我樂觀的 這個真是悲觀 嗯 就是 林太 未必能夠操縱到這個局勢 你說 你說 689 CY CY 怎樣也好 就是有幾個 就埋單 走人 但是 他在他的任內 都算叫做 操縱了一些事情 超馬完成 全部 是的 全部out of control 失控 但是我比較悲觀 就是林太 擔心他 他一定當選 不用問的 這次那盞燈 那盞燈 那盞燈 這盞燈 那盞燈 或者準了 這次 這盞燈 因為我那時候都說 如果他肯參選 就是上高 給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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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那盞燈 不好 次官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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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選之後 他真的擔心 不知道上高 我們這些老闆 有沒有考慮 這個事情 他是這個AO 是真的做不到 失控 做不到控制 那就牙煙了 不是好 次官 對的 我為什麼要給你控制 不是 我為什麼要你有控制 管治能力 因為如果 according to 西環模式 你最好 就是延續到鬥爭 那你這個人 你越黑人爭 那些人越反你 那我就更有理由去托盆吉 去問你收保護費 是嗎 但是香港人 在同時 如果你反面教材 可以去看 我突然間正經 不好意思 就是 我真的覺得 與其溫水煮蛙 當你發覺 你民望再高 曾蔭權當年民望不高 超過六成 大哥 看回頭 對不對 但是這樣 到最後 又是跌到谷底 今時今日又坐緊 又被人叫貪爭 那你與其 比年多兩年 讓人醒覺 以年多兩年 會是很痛苦 因為你會發覺 你的蜜月期 其實不是真的 你會發覺 你是嫁給了一個方言 你會發覺 喂 你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嗎 你不是我們心目中 擁護的民主鬥士 你不是 什麼什麼什麼 和什麼什麼 那到時你才來醒 其實你整個過程 你失去年多兩年 而你整個 momentum 慢了 民主運動的 momentum 慢了 這個才是關鍵 不是真的 時間上面 時差短了 年多兩年 那麼簡單 是有一堆民主派 被架空 跟著你到時 沒有力量再反抗 都會明明你支持上來的 這個人 你已經有什麼 我會反抗他 到時要立23條 在沒有22條 和27條的前提保護之下 去立23條 和沒有 推翻霸心一框架之下 未必 甚至即使 從啟政改 你這幫人 就含淚投票了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激起 這樣呢 朱公主 我想問問你 這個香港那個 最基本的人 香港就要賺錢 那這個經濟 會在這個 這個情況下 會否受到很大的 衝擊 反過來 很多人都想知道 很想知道 有沒有樓價會跌 還是會升 股票 都不用問 股票 都不用問 大家都明白 都知道 正如你那時候 說了 都 都相當 含的 含得很重要 但是 樓價會怎樣 股票 應該就是 大上大落 不知道怎麼含的 最過癮的 就是說 現在 其實不只是西環 趁火打劫 有很多人大開中門 中資現在倒水來香港 最近 已經出了統計數據 新拍賣地王 中資 立了一半以上 整個九龍東 差不多被海航集團 立了兩塊地 已經開起航空城了 所以 變成 豪宅 那些需求大得不得了 就是中國走資 香港 從來都是走資天堂 所以 當然是經香港 走不掉的 所以 我只能說 會很亂 亂就亂不加科 香港從來沒有掩雞籠 錢自出自入 會不會帶上大落 就真的不知道 但肯定現在 就已經水浸得不得了 銀行 你可以發覺 美國加了息 居然香港不用跟 原來香港水浸 加什麼水浸 在香港 你怎麼搞的 所以 基本上 香港今年 我不敢說水深火熱 但 都真的 好像 呂黃的血那樣 忽高忽低 肯定是 看新聞的時候會高的 但你說樓價跌 就沒什麼機會 沒什麼機會 水浸到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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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都水浸 現在基本上 國內的防止走資 措施 去到什麼地步 就差不多個人戶口 都快要封了 所有內保外財 所有外傳外財 全部都停下 基本上 以前那群人 想出現正正經經 想投資 都好 現在想不到怎樣批 所以 地下錢莊 那一刻 已經斷了 斷了 但是 粗正路出來 還是很死多 禁無可禁 買地 整棟大廈賣 整棟大廈賣 然後地 就全部都垃圾了 即是玩大富翁 其實 玩大富翁 全部都在那裏 記住這些地王 所以 你說 會不會 經濟上會出現 暗湧 我真的不敢包 但是 我只能夠從 美國加息這個趨勢來看 人民幣貶值這個趨勢來看 香港只可以繼續水浸 我想問你 你覺得 誰當選 對香港經濟 有短期刺激作用 短期刺激作用 短期刺激作用 林鄭當選 是肯定短期刺激作用的 因為 相加她的朋友 對呀 上一次已經有人 鬼魄去美枕了 已經踩過了 講了中華這些 不要緊 你在這裏是這樣的 上次有人 鬼魄去美枕了 這就是 人家問 他怎麼看CY 說有沒有官商勾結 他說沒有官商勾結 然後自己鬼魄去美枕 不過這幾年 我們做生意的 全部都發誓大了 什麼 他說我做地產的朋友 我這幾年賺了很多錢 賺了很多錢 即是不用官商勾結 已經賺了很多錢 所以如果你說2.0的話 我想那個情況 會相當類似 相當類似 而同時上次那個 投票比例都應解的話 再不厭其長 即是 講一次 就是商界那個 物底算盤 看了什麼 加科呢 其實不是希望他高票當選 是希望他低票當選 這一點 北京是對著幹的 是 因為如果你高票當選的話 你叫做一軍臨天下 震得住局勢的 那你都可以叫做 指人做事 尤其是商界 但是如果你不是高票當選 你是弱勢特首的 那到時誰可以打橫例呢 就是商家 你沒有人管他 商家不需要向人問責 除了法庭下的判令之外 除了法庭之外 你沒有人管得到他 如果政府想行政主導 想像CY的盲腸地 想加這個什麼稅的話 就不用指望了 所以變成商界最歡迎的 就是一個弱勢特首 但是呢 現在我覺得呢 這個情況呢 是幾圓妙的 嗯 就是呢 你看到呢 連林鄭 我從後到尾 我包吵頸 就好什麼都好 就是我 我經常都說 咦 怎麼畫面黑了 刺官 刺官 一會兒會出現的了 刺官你回來啊 刺官 刺官你去哪裡 咦 喂 你有聲音 但是影子不見了 我看到你那一位 沒關係 很快會看見你的樣子 不用擔心 你看到那個 我看到你的孫子 現在是 在補充畫面 聽到的 放心 OK 大家可以留意 刺官的孫子 畫面那個 哈哈 CUTY CUTY 是有花花 CUTY CUTY 好 我一向就是 我們的台 是 蕭公子也好 阿楊也好 從來 都沒有介意過 我不斷地 在補充 在補充 因為奉行一人一支咪 是嗎 大家說的話 立場不同 即使呢 我講的話 是在譯中五六成的民意 都好 那 都是那句 我要Be truthful to myself 是 我說回我自己 你真是信 真是覺得 都信 沒錯 因為 今時今日 大家覺得的東西 未必在三兩年之後 你回顧回 覺得都是對的 嗯 正如 Gali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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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他都是 要在一個 Spanish Deprosession 是的 他在宗教法庭裏面 就是白色恐怖 沒錯 他在宗教法庭 走出來的時候 都是判他 說他錯的 有什麼理由是 地球圍繞著 太陽轉 當然是 調轉 是太陽圍繞著 地球轉 是嗎 還有地球是 平面的 這樣 那麼 那時候 他都不能 Be firm to what he believes 他心裏面 是知道自己沒有錯 但是他口 不能說 因為如果他 是要站住 他會沒有命 嗯 今時今日 我還有幸 我即使 對著五六成的民意 去說 我不支持薯片 都好 我還會有命 我不用死 雖然香港 全面文革化 多謝六八九 多謝一堆不同的KOL 但是 今天你覺得對的東西 你未必幾年之後覺得對 但是 如果今次 比我錯也好 比我對也好 比我對也好 那個risk的代價 是整個香港的 就是我之前 和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本來今天找了她做嘉賓 嗯 很美女 但是 很不幸 她不肯 她不肯上鏡 所以大家就聽她說 美的聲音 真的美的聲音 又 又說 非常能說話的 就是人美的聲音 真的 是的 很棒 大家期待 下個星期 阿蕭公子要來 我也在 我都在 我現場都在 我想整個forum 所有孩子都會出現 會很爆 會很爆 我孫登飛回來 見一見 好耶 救命 是的 其實你想想 那個代價就是 如果 我 錯了 不要緊 我錯 是林鄭當選 香港也是 混蛋 如果我適合林鄭 不當選 薯片當選 我可能更混蛋 我覺得是慢食中毒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是甚麼特別 有很大的分別 長毛分析了 上次訪問 是不是 不是我們只是這樣說 不過 夠膽這樣說的人 又不多 哈哈 是啊 沒有啦 隨便 問題是 呂王 讀佛經 有些叫做 因果業報 你共業都是業 不一定關我的事 你想怎樣就怎樣 票在你手 為什麼我們這麼夠膽 說話 第一就是23條 未立法 而23條 Supposedly 和這個 基本法 保障我們的言論自由 是不相抵觸的 unless 你是分裂國家 是的 但是 在座為何我們都不夠膽 因為我們其實 大家都有愛國國籍 即是說白一點 包括我們的林鄭前司長 還有薯片叔叔 還有胡官也是 不過他們好像就放棄了 不過林鄭似乎 她放棄也沒有用 是吧 因為她擺這個婚姻關係 她全家都是拿英奧 是的 他們隨時可以申請 這個親友團聚的 是吧 他們不知道150個 不過有一點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呢 我本來覺得 這個就是習近平 是 習近平最近 禁止這件事 習近平禁止 悔偶都是 不准有裸官出現 中國叫做 沒錯 我想這個問題 將來都很難搞 為什麼呢 因為 習近平以下 這麼多高官 我想那些 常委 什麼位 國家領導人 我想 比一半以上 那些親戚 美加 英倫 澳洲 歐西蘭 都有了 基地 不用擔心 他們一定 大陸的網民 自己都敢披圖 你有沒有看過 那個什麼家庭 人大會議上面 那個橫額 改了做 這個 國際家長會議 日 多開心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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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前次 可以為師 大家記得 七幾年 七十年代的時候 這個 越南 越南那時候 是一些傀儡政府 都是美國人後面支持的 你現在看看 就知道 所有在越南那時候的總統 蔣卿 林康南 所有的官 後面全部 一臥 在美國 有了 住址 有了 有了 基礎 所有人都回到美國 阮民 少院 高崎等等 全部在美國 你不用擔心 這個 這個現象 會不會將來幾年之後 在香港 看到 我們人會看到 原來那些人 跟 越南 當年的情況 一樣 走回美國 我相信 但現在是反過來 不是香港的人 有這麼多美國國籍 是北京那班人 真的有這麼多美國國籍 很吊解 那些事情 那就好 一定打不成 有什麼移動 他們自己是美國 抱歉 中國和美國打不成 他們是美國 我們和美金掛牢 就沒事 對 沒錯 和美金掛牢 完全沒有事 就不一定拿著一張人民幣 那麼牙煙 真的 人民幣很牙煙 拿著一張人民幣 還有 用鬼打什麼 我們都經常說 打不成 因為呢 出到公海 只要美軍那邊 亮起一張東西 我記得一個Banner 投降即得錄卡 這樣 這樣就去 射過遼寧南 全部 你知道嗎 馬上游泳游過去 所以 香港沒事的 是福地來的 不怕 林鄭當選也好 薯片當選也好 一定沒事的 一定是福地 繼續抗爭 或者溫水煮蛙 總之我們繼續做 只提分就可以了 吃睡屌 就可以了 香港人是這樣的 怕什麼 50年不變 沒事的 有樓握手 那些 只有三十年 可以了 不要緊的 永續基本法 沒有東西的 大家不用擔心 大家不用擔心 我呢 又上戲呢 上次講完那個六七 我們呢 一定是叫它做暴動的了 嗯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當然呢 事實上是一個很煩滅的社會 嗯 我上次也講過呢 那些左仔 那時候叫左仔 很清楚的 左仔 那些左仔呢 就是 出來呢 就 搗亂了社會 它唯一一個呢 我覺得 可以 可憐的呢 就是因為它沒有搶到銀行 沒有搶到其他 零星的呢 我不知道 事多有沒有 但是起碼呢 這些大的東西呢 都沒有 大的 建制派的東西 都沒有 搶了 或者粉絲 有焚燒的 但是呢 就不是焚燒 民間 但是呢 這個 蘇聯整個社會呢 就變成一個 不穩定的社會 嗯 那這個 這個暴動 呢 是 牽連了上來的 就是說 這個 暴動 不單止是 牽連那個地方 而是 牽連整個社會 嗯 在新蒲崗 這個 抗爭 或者在旺角油尖抗爭 不是等於旺角油尖戒嚴就輸了 它是牽連到整個社會 包括了新界 包括了任何地方 嗯 在牛頭 沙榴角 打死警察 不是等於 沙榴角那個地方禁區發生的事情 而是全個香港都牽連的 嗯 這個呢 就是那個暴動那個 整個尾巴 和整個主體呢 一致的 嗯 現在呢 香港是不是暴動呢 你問我呢 我認為呢 這個很marginal 可以是可以不是 因為呢 最重要是後面有沒有牽連 那個後面的牽連多大 而呢 旺角那件事件呢 是不是暴動呢 在那個情況下 扔石頭啊 扔竹枝啊 或者呢 和警察對著幹啊 這些一定是暴力事件 但是他是不是一個 香港的暴動呢 牽不牽連到 全個香港的 政治經濟民生呢 這裏呢 我有少少保留 你連宵禁都沒有呢 因為我看到 是呀 是呀 宵禁都沒有 是呀 還有呢 後面 是不是影響到 全個社會的 秩序呢 嗯 是不是影響到 全個社會的民心 人心呢 喂 因為當年我講的 阿蕭公子 阿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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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知道 我們呢 家裡呢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車市場 有士多 去買罐頭 買到那家士多 沒有了東西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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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日用品 日用品啊 是 不要聽說 叫做 衛生巾都買斷了 哈哈 沒有買斷 為什麼呢 因為 人心惶惶 不知道玩到幾時 不知道搞到幾時 我不知道啊 呂王你家裡 那時候 媽媽 老爸 是不是在香港 嗯 如果在香港呢 真是 腳軟我老爸 我老爸 公務員 是 公務員 怕到怎樣呢 怕到 出不了糧了 為什麼 這麼大的 打英帝國在後面 都怕出不了糧 是啊 出不了糧 因為呢 那時候的出糧 我老爸 就不是 在銀行 去拿的 還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親身去庫房那裡 簽名的 哦 哦 是啊 那庫房在哪裡呢 很可憐 他去到呢 對面海 政府合柱下低 嗯 就是近處 現在對 這個 下角度啊 差不多 雪 那個 那個 那條 雪廠街 樓 的 右手邊 嗯 去到那裡 那你暴動 大家怎麼過海呢 怎麼敢過海呢 還有呢 那裡 准不准進去呢 戒嚴之後 就能不能進去呢 有很多問題的 嗯 那買米呢 那時候 米很重要的糧食 不是好像現在不吃飯的 嗯 現在的人 一天都吃不到一碗飯 那時候呢 每天 每人都吃兩三碗飯 沒有米呢 腳都軟 而且買米不是 我們現在的袋裝五公斤 一買就買個藍線包 嗯 那個大麻包 一口 那隻 哈哈 你找一個官僚台上來家 是啊 找一個大稱一稱的 嗯 是吧 油鹽醬草 拿一個瓶 去那個 自多那裡買油 嗯 去辦館 啊 那時候 很環保啊 那時候 但是你不出街 是做不到事情的嘛 又沒有銀行轉帳 你又不可以網上扔科 很煩的 那是健康一點的啊 大哥 那時候 那時候 社會的人 是融洽一點的 那次官就是說 暴動其中一個影響的現象 就是所有民生受影響 就是這個意思嘛 是啊 這個很重要的 是啊 這個呢 人心所謂的黃黃呢 不只是擔心你那裡 打成怎樣 或者是殺誰 或者是怎樣槍擊 而是怕著後面連累那個 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呢 大家 不知道是哪裏出糧 出糧又不敢過海 沒有錢又不敢 銀行 喂 大家以為每個人很厲害 銀行我想得幾十匹 紅毛仔 是啊 那麼 水電呢 又怕著會 停了 嗯 停水電 停水電呢 那大家呢 就窩窩了 打井也打不切 沒有井啊 市區你怎麼搞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動作呢 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好像現在的人呢 在家裡 對著電視機 看著那些人 怎樣放催淚彈 或者怎樣噴胡椒噴霧 或者說指著這個老友 這個小姐該死啦 這個怎樣該死啦 不是這麼簡單的 而是呢 由頭到尾 是恐慌的 嗯嗯 是怕著自己的 民生日用 會受到 威脅 那時候那些人 簡直是 那些樓啊 那些資產啊 那些車啊 全部賣的就賣 我都走人的嘛 那你八九年之後 就是這樣 那一鑊沒有個面中的啦 大家 真是很大分別 就是 以為八九那個影響大 其實是大 不是不大 但是次官形容 那種六七年的暴動呢 就直接是怕你自己 連命都沒有 是 八九都不在香港發生 是不是呢 你知道那種信心問題的 但是八九不是也有傳說 會解放香港嗎 不不同的 你說六七年的時候 你可能命仔都沒有 你如果去出糧的話 可能沿途經過 有個土製的菠萊 你就回不了家了 又或者 好像林濱那樣 被人臨電油燒起 你招不保值 人命不保 這樣才得人害怕 所以那時候呢 就很多財富大轉移的 那些人就整棟屋賣 那些車就整棟的賣 那些車就整棟的賣 諸如此類 那有一個 就是side track的 花邊室 不是花邊室 當時有很多富豪呢 都在六七年的時候 就累積第一桶金的 很多人忽略了這件事 建築材料 不是啊 而是例如說 當時呢 就是胡英雙的老爸呢 為什麼會做了的士大王呢 正正就是這個 那些人不敢再開的士賺錢 我怎麼知道 會不會在暴徒 在當街折的士 林濱電油 不知道啊 那怎麼辦啊 的士就叫車廁品 於是一個二個 就賣車走了 那剛剛胡英雙的老爸 就要現金 他說不打算走 他說不害怕啊 那不明收了的士 有時候直接說 錢都不用給的 你肯認數就可以了 遲些少數啦 那些人趕著走路 去到外國 你寄錢過來 誰可以信得過你 那你在做生意 那這樣就做了的士大王 發達的 那不止他一個 很多地產大坑 都是六七年發達的 同樣道理 那些人全部走啦 現金都不爛 扔了現金換黃金走 那些走爛是這樣的 可能走去南洋啊 走去新加坡啊 那然後呢 那些街鋪啊 那些商下 那些住宅 整棟整棟的賣給你 又是那句 你肯認數就可以了 那所以變了 那些所謂亂世呢 就出現了很意外的情況 又很多人發了答 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你說八九年的時候 有沒有那麵長 是有 近榜 但不是那麽嚴重 是啊 銀行呢 都盡量 暴動後之後呢 你阿中主看見了 嗯 那些銀行才開分店 通到多個米泡啊 是啊 是啊 之後呢 以前呢 以前呢銀行呢 我記得我八爺呢 帶我去呢 匯豐銀行呢 去總行 舊那間 很靚的天花板 那些摩斯特的畫 嗯 去九龍這間呢 現在九龍酒店的原子呢 都很靚的九龍的匯豐總行 嗯 其他呢 銀行仔呢 都不是那麽多的 不是很多的 不多分行的 我記得我 七零年代 七三年代呢 開始工作的時候呢 我想開一個叫做支票戶口 嗯 開一個帳戶 嗯 是困難過現在啊 是啊 那時候 那時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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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過現在 現在呢就很困難啊 我知道 那時候更困難 爲什麽呢 我要找個擔保人啊 哎 不知道舖寶啊 有時候不知擔保人 那樣的 人了事事 怎麼認識擔保人 那個擔保人 那個擔保人 嗯 那時候要用銀行認定 是擔保到你啊 嗯 那才能開到一個 銀行支票戶口啊 擔保人 那麽容易找人 你找工作呢 都要有個叫店寶 店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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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那時候我又不認識得 蕭公子 哈哈 找到一個 哈哈 打工仔而已 是 是 我讀一讀一則新聞呢 給大家對比一下呢 這次的這個魚蛋 所謂報導 啊 是 魚蛋所謂報導 年初二、年初一晚的 旺角騷動事件 但是經過沈小民法官 將那三位年輕人 由20至33歲不等的三位 定性暴動罪 罪名成立之後 我又覺得是不是新聞應該改一改 就真的叫它做暴動呢 旺角暴動呢 因為沈法官 他那個判詞寫得很清楚 他說暴力即是暴力 暴力即是暴力 暴力即是暴力不用選 不用理會了 那你什麼理由呢 都是暴力 都是會令人命受到威脅 如是等等 但是這個聽起來就 是很對 很對聽 那些警察 紀錄部隊跳出來 很開心地說支持 這次建制派好像沒有什麼聲氣 說 不是太大聲 有的 零零聲聲有 說很支持這個 這次的裁決 但是 既然暴力即是暴力 這件事情 你套回到七警道 正正這件事 我只想說 你想補充什麼 補充什麼 你說得明說暴力即是暴力 那那個人圍著人來打 那算是什麼呢 看暴力 那你想怎樣呢 你說幾千人裏面有三個人的暴力事件 versus是七個人打一個人的暴力事件 一定是暴力 暴力即是暴力 是吧 沒錯 但是那三個年輕人好像沒有綁著人來打 沒有綁著 沒有反手扣 按住在地下 沒有 OK 都是暴力 都是暴力 除了你是有一個平定一種暴動 或者平定一些騷亂的時候 你的order 是准你用charge 用警棍 我告訴你 兩位你沒見過這些場面 當年 威利警司 就在維多利亞公園 就驅診一些 我們學生同學 很多同學在那裡 中文運動 這樣呢 那一次呢 這個charge 是威利警司自己下令的 那不當暴力 為什麼呢 它是下了charge 下了一個order 是要這樣做 要驅殺 你知道當年 警棍是 不是木造的 警棍中間 空心 是換了金屬 空心 不是空心 是鐵棒來的 哇 噢 噢 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那些警棍 現在是木的 木咬下去 最多是川頭 但是如果那個木裏面 有金屬 那些人說是鐵質 或者是圓質 這樣呢 不只是川頭那麼簡單 還會內傷 它不用擄你的頭 擄你的身 你還會可能 傷了你的心肝肺肺腎 有牌子 我的同學呢 都吃過這些棍 而且呢 那些棍呢 不是 只是現在 我們看到那些 警棍 短棍 現在沒有了 現在用電棍 那時候還有 用長的警棍 這種是英國 特色來的 因為它準備在馬上 驅逐來的 騎側馬 在馬上驅逐來的 是防部隊專用的 是啊 是長一點的 那些警棍拗下來 不是這麼小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呢 那時候呢 這些是不是叫做暴力呢 在那個長官 叫個 charge 就是要衝啊 那時候呢 就不是暴力 一不是呢 你自己 自作主張去勾打 那就是暴力 但是當年呢 三十四十年前呢 就沒有所謂的 那些人 一拉就就地勾的了 哪有現在這樣呢 但是呢 現在就太過分了 就是世界進步你不進步嘛 我上次兩次都說了 我呢 我覺得在這個社會 尤其文明社會 要保持著一個 law and order 法律一定要有法律和秩序 我們一定要尊重尊敬警察 但是警察也需要自己自重 自己尊重自己 就是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他為什麽給這麽多錢 他做警察呢 給這麽多人工 因為他能夠懂得自律 和控制自己的情緒嘛 不是亂來嘛 現在呢 那些人和他雪晴的人呢 包括高官都說 因為他生氣了一頭 所以呢 亂來啦 喂 不能生氣的啊 誰叫你收不到工 你是要自己自律 自己尊重自己的工作 不能夠成為一個暴力的藉口 所以呢 這些層次的想法呢 香港呢 是慢慢退步 是想不到的 其實我想兩樣東西啦 林鄭 日時怎麽管這幫人 這幫人的程度不是那麽高 他自己的程度是否那麽高呢 我都成一個問題 始終我不覺得林鄭會做的 其實我不覺得林鄭會做的 其實我不覺得林鄭會做的 他看下那幫官呢 還有沒有這樣的 好像以前的想法 的思想呢 和觀念呢 可以成為問題 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我也比較悲觀 不不不不 林鄭下下就說 你跟我17萬公務員交代啊 不好意思啊 你跟我17萬的公務員 我一定要維護他們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你說 譬如紀律部隊很支持葉劉啊 跟著公務員可能很支持林鄭啊 那 那 無可厚非的 畢竟他們共事過 支持她的就支持她 那那個 我沒有跟她共事過 我 還有我自己不覺得 林鄭真是這麽大機會 會當選 我知道大家很害怕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恐慌大於一切 但是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陰謀論 那不要浪費時間說這些陰謀論 說回這個騷動呢 暴力事件呢 剛才很棒的就是 暴力即是暴力 那以後 不論是哪個人 行使暴力呢 大家都可以拿 今次沈小雲法官的 這個判詞 作為一個案例 即是 那些 那些 無論你是 在執法裏面 使用暴力 你都可能 會被 提供這件事 你到底是否使用過多的暴力呢 肯定排期上訴 肯定排期上訴 不用擔心 是的 即是 什麼叫做適當 什麼叫做過火位 但是 今次因為 連這個議題都沒有了 就是暴力 即是暴力 這樣就下了一個 很清楚的 暴力 沒有中間 所以 這個是 很興趣的 即是接下來 像你所說的 大把上訴 而第二件事 我覺得 比較牙煙的 不只是 上訴法庭大把生意 律師大把生意 很棒 法庭很忙 不是大把生意 律師大把生意 但是 我覺得 一件事就是 如果今次 我想詞一段新聞 就是 那次 這個魚蛋事件 居然 在這個場地 即是隔壁 就有個便利店 即是Seven 或者OK 是照常營業的 沒有山門 沒有下閘 有個目擊者 一直說 有些示威者 是一手拿著磚 走進去 拿出水 接著 埋單的時候 咦? 我要拿錢包 這樣 跟後方說 不好意思 幫我拿著鑽線 這樣 接著就給了水 售貨員 接著就拿錢包 那個八道通出來 這樣 接著 那個售貨員 不怕 他沒有看到你拿磚 走進去 很害怕 接著你排隊買水 他覺得你會襲擊他 你會不給錢 沒有 接著 有些示威者是買紙巾 那個售貨員 他沒有惡意 他還賣給他 他還笑著 這樣 你想一下 你幻想一下 場面就是 一群人在外面 很羞慕地拿著磚 準備訂 訂竹枝 訂垃圾 什麼都好 後面一群警察拿著盾 或者拿著警棍 好像沒有盾 我講錯了 但是 那些人一進去便利商店 他就變回正常人 很禮貌地排隊 很禮貌地買東西 那個反差大到這樣 但我覺得這次 除了暴力 即使暴力在判詞之外 就是如果三個人 out of幾千個示威者 沒有傷害 沒有實質上 傷害到任何的警員 由於他的企圖訂竹行為 而被判三年 我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所說的 就是你會把那個State 籌碼加高了 就是因為你要知道 香港現在已經變了一個壓力 我想呢 我一而再再而三 都要說這句話 就是說 如果你是 在現在的三個候選人裡面 你支持不論一號 或者二號 你問你自己 Are you happy with Hong Kong 你對於香港現在的現況 你是不是滿意 你開不開心 因為無論現在的現況 都跟這兩個人有關 somehow somehow somewhat 因為這兩個人 從來都是建制 從來都是在政府裡面 那麼 為什麼我們說 現在變速壓力波就是 除了個別 在一個滴流裡面 最高層的 受到這個恩責 受到這個恩惠 就是能夠給北方的資金熱錢 大動而受益的人群之外 終於出現了 那隻貓 我的小兒子啊 好小肩啊 這樣 其他中產 或者我們一般人 在低下階層 其實是沒有受惠 那你在這個壓力波裡面生活 壓力又釋放不了 他遲早會爆 他一定會找方法去 但在哪裏 找什麼情況下爆 是的 那你下次再爆的時候 那個爆呢 我想阿呂黃都錯誤了 或錯誤了的情況 其實那個滑波效應 不只是即時爆那麼簡單 任何讀社會理論都明白了 所謂警察維持治安呢 其實 都是講個順治的 你想一下 即使你有三萬個警察又如何 香港多少人呢 七百萬 你是不是認為三萬個人 可以拿著警棍 就管到七百萬人先 也就是說 任何文明社會的基礎呢 就是互信嘛 好像次官所說 你信得那個法治的水平 那我就尊重警察 那些警察又會尊重自己 那你的社會就會和平 不是因為拿著槍指著 那些人要守規矩嘛 那些人自己會守規矩嘛 那所以旺國那件事之後 其實就是 之前也是的了 包括這個佔中 那段時間之後 如果你看一下那些年輕人的口頭閃 或者他們平時說的那些說話 你是會心寒的 是什麼心寒呢 第一件事就是好笑的 還沒說心寒 那些事就是 呂王說齋 拿著一個磚頭 又去七十一排隊 都進水那些 你會覺得是很荒謬的一個鏡頭來的 你什麼電影都看不到那些鏡頭 在香港會看到的 是荒謬得不得了的 而另一句更加過癮的 我會覺得很心寒的 就是那些年輕人 報平安是怎麼報的呢 那些女孩子 報平安和家裡怎麼報的呢 是短訊告訴媽媽 不用擔心媽媽 這裡沒有警察 所以他們說 是說這裡沒有警察 所以他們說他很安全 敢來報平安 你明白那個情況 有什麼加貨 就是那種撕裂和不信任 是去到這個地步 所以有一點 就好像村上春樹那些小說 你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風平浪靜 你下面看 是對著活火山 所以呂王所理解的那些爆 其實就像村上春樹那些小說 湖面是風平浪靜 湖底是活火山 什麼時候爆你不知道 什麼情況爆你也不知道 那你就覺得很安逸 上面的港珠 而且你爆的時候 現在那些人就 屌尾老尾 說是不是我都 預了三樓的 你明白嗎 我意思是 up the ante 就是說 你去到一個位 他不爆不得的時候 他預了你是這樣 他跟你玩大 就是他跟你死過 因為你的刑罰是去到 我不敢說他重 他判了你就上訴 上訴要淺淺 我看到有聽眾留言 是啊 希望拿到法援 拿不到法援 可能會有有心人士籌 不要緊 但anyway 這件事是要搞下去的 喂 如果你七警 暗角打鑊 都可以上訴 這件事照例都要上訴 是嗎 應該就是說 如果你綁起人 去暗角七個人 如果有勾一個的話 都只不過是判兩年 而我隨手拿起東西 扔出去 不知道是否扔到 別人要坐三年 下次你會很有理性 做一個折讓的優惠 那我就不如綁起他 去暗角打獲金 我起碼坐小一年 扔你落井 你明明找不到就行了 沒錯 你找不到就行了 這個兩年三年 其實是一個聲音來的 是 在法律來講 法官判一個案 不只是判這個案 應受多少刑 他是在說話 是跟社會說的一些事情 這個呢 是很多人都不理解 法律上 判詞本身 是一個表態 法官是社會的一份子 他會表態 他的表態就是 所有香港如果還敢暴力下去 就不行了 所以呢 必定要懲罰暴力 一定要他又給了一個聲音出來 這個呢 是不出聲的聲音 但是呢 你不會說 所以呢 後面呢 這個聲音 是不是可以解決 香港 群眾的民怨暴力呢 我又覺得 未必一定 當年呢 又說了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呢 那時候 最後呢 大家都知道 不會再發生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六七暴動 後面有一個依靠 有一個靠山 就叫做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都玩完了 還管香港 左派有什麼依靠 來反殖民地 一早就反了 如果要反殖民地 不過那時候就借著文革的餘力去做而已 但是香港政府呢 都仍然不放過一個機會 那時候的國安政府 放過一個機會就是呢 要研究究竟 香港的年輕人 或者這幫民怨 這麼重的人 為什麼要借這個地方呢 借這個時候呢 來發洩 是 變成呢 要開 要有一個報告書 那現在呢 我們特區政府是完全研究的 直接當這件事是算數了 發生了算數了 有人要求過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去查這件事背後的成因 但是誰否決了呢 誰不批呢 就是梁特首 就是了 他直接 這些 這些 不是啊 他怕查查查他的名字出來 大哥 你預料一定啊 是啊 我相信 我相信 將來 林鄭都 有事發生 都不會 依據她的事 在港英學到的招式 嗯 這個招式 未必定有上高 額頭同意 嗯 所以呢 這個呢 是啊 我覺得呢 他是 將來會失控的 嗯 就是這個意思 嗯 今天差不多了吧 士官你不要說到林鄭一定當選 好不好 沒有啊 沒有這麼說 有很多人想薯片當選 嗯 普天同慶啊 唉 差不多時候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因為 次官千里傳音 真的符合幾重 你聽 說完最後一個陰謀論 就是 我想如果有人沒有聽過 也不會有人沒有聽過 就是再說完 就是呢 其實呢 另外一個陰謀論很正的 就是呢 其實啊 由後到尾都不打算給林鄭做的 嗯 其實實際上呢 我聽過啊 OK 那個版本了 因為我拍了一條自己的視頻 自己講自己的看法 嗯 是啊 聽過了 然後呢 有人就跟我說 哎呀呂王你錯啦 你這次死啦 真命天子不是林鄭 是啦 真命天子呢 其實是 曾俊華 其實呢 是習近平 叫劉雲山 叫劉鶴 叫曾俊華出來選的 然後我就說 喂 這麼吊鬼 說得好像似乎層 對 這麼多圈 那麼曲折 那麼曲折 直接一個吊 喂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呢 不要緊 那我不爭 我認識一條毛 是不是 那麼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劉鶴就說 我什麼時候支持他呢 都不要緊 那個 反頭的貓仔 你 是的 但是 另一個版本是什麼呢 其實由頭到尾 根本是不打算 被林鄭當選 其實實際上支持的呢 是曾俊華 因為曾俊華呢 記住 他是支持23條立法 是的 然後呢 是80億框架 還有呢 很省錢 因為省到錢 才起到基建的嘛 大家是不是 如果不然你庫房沒有錢 就起一條命嗎 對不對 所以間接其實是對中央有利的 也都可以貫徹到一帶一路的 這樣捉到GDP的 不過呢 如果擺明中央屬意的是曾俊華的話呢 你們香港人一定不會支持的嘛 沒有民調的這個民意授權嘛 是不是 即是沒有validated的民意授權 那所以呢 整個稻草人 林鄭出來 讓你們所有戰靶 都放在林鄭那裡 接著呢 就將曾俊華 Deprint到呢 就是一個受害者 OK 讓你們 是和屎佬 是的 這樣很簡單 這個時候 你曾俊華說聲鼻 來針對林鄭 which is 稻草人 OK 那你民意就立即凝聚向曾俊華 曾俊華一當選 你整班反對派 民主黨 公民黨 全部 民主三百家 一鍋竅起 全國歸邊 從此搞定了 OK 這個 這個有條條 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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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條 基本上是空城計的現代版 是不 是不正常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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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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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開股 很快 3月底 明天還有一場辯論 天晚上 明天還有一場辯論 天晚上 隨便介紹你自己的角色 沒有 沒有 跟誰說 只說兩句 說一句 要評論一下 寫兩句 行貨 其實只是行貨 我沒有那份 你很厲害 女王不用加行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明天的最後一場 就是選委的建制加上泛民的選委主辦 聯合主辦 很奇怪 即是有票的人 記住 我們沒有票的 你多認真 好像我那樣 很多人都沒有票 但他們覺得自己有這樣才過癮 真可憐 女王 我都認識的人多了吧 當然 我都認識了很多人 但居然我看這個千二人不夠千二人名單 我認識不到十分一 真可憐 你要交友果闊一點 十分一很厲害的 你認識那些朋友 好了 明天還有如是我問 明天有如是我問 我可能會請一個嘉賓上來 可能 是不是美女啊 下星期我讀唱的時候 講一下香港的奇聞都登 又好 下星期 又好 香港有很多奇聞的 譬如荔精 譬如冰頭花園那隻石師套波 天下大亂是必有異象的 到時候次官又可以發揮一下 我一定有異象 要一家的妖孽 現在 人妖不分 到時候再談 好 有如今話 OK 拜拜 拜拜 拜拜